大家好,我是爱鱼人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热沙海选会场师的号场地佐 星雄铁道2.2皮诺康宁一条龙地图全收集攻略宝箱 折子小鸟 护照贴纸 书籍 梦境迷踪 齿轮 王夏一桶 金表超 隐藏成就 刘梦娇 热沙海选会场 大剧场 首先我们打开小地图来到海选会场 爱好场地 左侧的这个枪火然后枪火试炼传送点 传送点出来之后我们回头 回头点击后方的这个弹球机 然后我们随意选一个 出来之后我们再点击一次 然后右上角我们点击跳过 接着我们选择这是枪火的试炼 接着我们标号1点击一下 两下 然后标号2点击一下 两下 然后标号3点击一下 然后我们再点击一下 然后再点击一下 然后开启隐藏的挑战 接着我们发车前往 出来之后我们往前走 来到前方这个四个雕这里 传送点出来之后 在我们左侧的这一个雕这里 我们有个香料 我们给它拽出来 拽出来之后我们继续往前 然后来到前方这个哈努变身这里 我们变身 变身之后我们回头 回头惊动 进来之后在我们的东方向小地图的右方 前方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小火键 在我们的左前方 然后我们从这个小火键上来 上来之后我们往前走 在前方这个位置有一个宝箱 我们打开宝箱之后我们继续往前走 然后来到另一侧小火键这里 然后在这个下楼梯这里 这个图书这里有个小鸟 我们给它拽出来 拽出来之后我们下前方的小火键 下小火键之后我们一样 让这个怪打我们一下 你倒是打呀 好打完之后 在我们的左侧 在我们这次 东北方向小地图右上角 我们往里走 然后这时哈努变身 我们变回来 变回来之后我们回头 回头能在我们的右前方 有一个控制机关 我还可以把这个门先给它打开 打开之后 在我们的东南方向小地图右上角 这个中间的桌子上有一本书籍 拿完书籍之后 南方向小地图下方 我们往前按 来到电漆 接按之后我们 选择前往这个三个问号的层 让我们下电梯 接着我们往前走 然后这个跟前方的哈努兄弟对话 然后我们选择街头向站 然后我们直接退出来就可以 然后这个哈努就叫什么来着 这个哈努兄弟这里有 大概是有五个成就 但是比较费时间 所以就不再 不带你们在这里做了 你们可以看一下我的 这叫全成就的视频 全成就的视频 在众密探奇的 那是有什么一堆 第几滴血那里 就是全是他的成就 然后接着前方我们打开这个宝箱 打开宝箱之后 我们回头 回头再来到电梯 我们选择负一层 然后在我们的趁前方 就能够看到一个贴纸 然后我们拾起贴纸 接着我们往里走 就能够看到这一个贱美苏勒达 然后这是第二次见到他 第一次是在 就是 哪来着 是哪一个视频的 接着我们往前走一点点之后 我们往右看 这里有一个被挡着的 憨武变身 我们点击变身 接着在我们的西南方向 小地图左下角 我们从这个蓝色的钟怪下方 我们穿过去 来到后方的这个桌子这里 然后就可以卡他的视野 然后接着在我们的西方向 小地图左方 我们往前走 来到下一个桌子那里 同样卡了一些怪的视野 然后在这个前方 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小火箭 我们捡到这个小火箭之后 捡到之后 马上按这个攻击键 把这个前方的怪给他打掉 好打掉之后 我们捡他的导弹 捡完导弹之后 在南方向小地图下方 前方有一个烟花 我们把这个烟花扎掉 扎掉之后我们回头 回头再捡一次这个导弹 然后我们再回头 然后往前走 把左侧的这两只怪清掉 不要打洞椅的怪 把左侧的两只怪先给他清掉 好 然后把另一个怪也给他 如果说你跟我一样 被怪不小心打到了 他这个洞前方会把这个烟花重新刷新出来 你刷新出来之后 我们就没有办法完成这里有一个成就 所以说我们先退出来 先退出哈农变身 然后我们打开我们的活动 来到活动关卡 然后我们跳转 来到活动关卡之后 进来我们再退出 好 退出来之后 他就全都刷新 然后我们再次点击哈农变身 然后按照同样的方法来到 我把怪全部清掉 好 我们全部清掉之后 我们看洞里面 这个烟花旁边有四只怪 然后在右侧有一个巡逻的怪 我们等这个巡逻怪来到烟花堆旁边之后 我们打烟花 把这五个全部同时炸死 就能获得成就 接着我们走进来往左拐 然后尽头 就是一个宝箱 拿完宝箱之后 我们再回头 回头来到洞口的地方 来到洞口之后 在我们的东北方向 小地图 左阿右上角 我们再变回来 变回来之后 在我们的左侧就有一个柜子 酒柜 我们点击一下 对话 然后接着我们回头 在这里 这个房间我们还有三个酒柜 我们跟这三个酒柜 分别对话一次 然后对话一次 然后最后一个柜子 对话一次 获得成就 然后打开到旁边的酒箱 这个宝箱 接着我们再进入刚才的洞口 进洞口之后 我们右拐 右拐能够看到一个宝箱 拿完宝箱之后 我们走到头 再跟这个珍藏的瑶窖对话 又获得一个成就 接着我们回头 走出洞口 走出洞口之后 在我们的东北方向 小地图右上角 我们往前走 然后走到头之后 我们右拐来到电梯间 我们来到一楼 来到一楼之后 我们往前走 上前方的楼梯 我们走楼梯 我们走楼梯来到二楼 来到二楼之后 我们进入前方的 右前方的房间 进来之后 在这个 在我们右前方桌子 这个椅子 椅子的上方 有一个响鸟 我们给它拐出来 拐出来之后 在这个门旁边 在我们东北方向 小地图右上角 门旁边 有一个宝箱 我们把这个宝箱 打开之后 南方向小地图下方 又是一个Hano变身 我们点击变身 变身之后 我们回头 回头走出房间 走出房间之后 我们右拐 走出房间 右拐 从这个小缝 然后我们一直 走到前方 前方左侧有一个门 我们从这个门 左侧这个门 我们进来 进来之后 前方我们再变回来 变回来之后 我们再往左走 左走出门之后 右拐 右拐 前方我们就能看到 一个宝箱 我打开宝箱之后 要获得一个成就 然后接着收到 一个短线 这个就是你把所有的 就是小小Hano行动的 任务书都做完了 如果说你没有收到短线 那就寿命你2.0 2.1版本 你自己个 书籍 这几个宝箱 你没有拿到 你需要先去完成 前面的书籍跟宝箱 不然后续有一个成就 一个宝箱 你也是拿不到的 好 接着我们往前走 走到前方的这一个 就是卡片 是梦境空间 进入空间之后 前方我们就能看到 一个宝箱 拿完宝箱之后我们回头 回头在我们的东北方向 小地图右上角 这个时钟 变成了小鸟 我给它拽出来 拽出来之后 在左侧我们把这个门打开 打开之后我们出门 出门就能扣看到这个贴纸 然后接着我们往左拐 然后进入前方的门 我们再变回来 变身 变身之后我们往左走 左走出门 出门 左前方 我们往左前方 进入刚才打开的门 然后一直往里走 我们就能够看到 这一个哈努 就是哈努的小洞 进洞之后我们往左拐 往左拐前方 我们再哈努变身变回来 变回来之后我们回头 回头就能够看到 这一个宝箱 看到这一个拼图 我们点击拼图 总共有十块 我也给你们标出来了 好 然后我们就解锁了三个宝箱 接着我们回头 回头变回来 变回来之后 在我们的 就是东北方向 小迪杜的右上角 我们来到前方的哈努小洞 然后我们右前方 我们走出来 走出房间之后 在我们的左上角 我们进前方的门 然后我们在哈努边身变回来 变回来之后 我们往左走 走出前方的门之后 右前方 右前方 这个地方就是刚才 我们打开的 只是三个宝箱 然后获得一个成就 接着我们再回到 刚才的门 我们一直往前走 来到下一个房间之后 在我们的左前方 能够看到一个宝箱 然后我们打开这个宝箱 打开宝箱肉 我们往东方向看 东方向小迪杜的右放 在这个雕的雕像下方 有一个叠片 然后我们是27个战利品 一个铺满 两个往下一桶 然后右上角 我们点击返回 往下拉 找到这个小鸟 我们现在是16只小鸟 然后16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贴纸就差一个 在汇中点识取 与你同行的回忆 三个成就 众密探奇 三个成就 初级 小小哈努行动 已经全部集齐 在下方 还有一个 苏勒打转的一个书籍 拜拜